我们从那个微镜片子可以看到 肠道有那个寄生虫 而且是个活体 能看见它在蠕动 反正感觉自己浑身就是没劲 有时候也感觉肚子会有点疼 原来肠道里边有寄生虫 反正自己也是挺惊讶的 跟饮食有关吗 可能平常就是因为现在节奏也比较快 自己反正现在也不打会做饭 就是基本上一天三顿都是外卖这样 你说平时吃到那个不干净 感觉最多多上几趟厕所 就是说可能拉肚子什么 确实没想到这么严重 很明显它得的是一个肠道寄生虫病 它是通过微镜直接就看见了寄生虫了 而且是一个活体在那里蠕动着 它自己回忆吧 它可能是不自己做饭 可能三餐都是点外卖 外卖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点 如果说这个食物做熟的情况下 也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食物做的那个不太太熟 或者是那个食品的食材的安全性 没有太好的保证 可能会导致寄生虫病 发生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其他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生瓜里枣呀 如果洗不净啊 这个也都可能导致寄生虫的发生 我是大参考记者员哥 关注大参考给您最好看的新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